第五章第二題的連結題 關於藍天公司固定資產折構表 用到的方法是年數合計法 年數合計法和直線法有什麼分別呢? 直線法本身是預計由成本到最後的殘值 中間的折構金額是平均每年3分 每年等級的折構 實際生活中很少會這樣出現 通常是那件設備 剛剛買的時候的頭幾年折構比較厲害 當我們差不多到最後的可用年限完結的時候 折構額比較低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連數合計法 會出現一個類似一次下數的圖像 如何使用呢? 這個公式在第五章的第七版 叫做SYD SYD就是這個連數合計法的公式 SYD 第一個參數一樣 我們用到的Closs是它的成本 本身的成本是多少 第二個參數是說到Savage最後剩下多少錢的折構 第三個參數就說究竟它這個折構過程的可用年限 用多少年來折構這個方法呢? 除此之外 這個公式因為每一年折構額是一個叫做一次顏數的方法去折構的 所以我們要第四個參數就是它的Period 通常我第一年就是用的1 第二就是2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參數就用回我們的A5 就是它第幾年的折構額 放好之後呢 看到這個設備 167萬 最後殘值是15萬的情況之下 它是這樣的 它在第一年就折構了276363.64 然後出來推流 怎樣去改變的公式呢? 我把公式拉進去 就算到了 最後一年 第十年的時候 只是折構了27636元 看到這些數值的總和剛好是152萬 其實就是把剛才152萬平均10年 用不同的地比來做 我們看看這個折構額的趨勢 可以用一個圖來看看 我們去插入一個圖表 看到它的方向就是這樣的 隨著我年份去增加的時候 它的折構額就越來越少了 一個一次函數的圖像 接下來我們做第二題 還有另一個 函數需要用到的 就是一個叫定率第減法 第二個Brush It 定率第減法的公式在哪裏呢? 就是在第五章的13版 公式名叫db 定率第減法有什麼不同呢? 跟這個連數合計法 連數合計法 看到它是一個一次函數的方法 就是一條直線 而很多時候我們的折構 都會更加特別一點 開始的時候會更多 中間比較平穩 而後來會更加收窄 所以看到它的走勢 就是類似一個指數 函數的方法 來進行一個折構 那麼公式是db 怎麼做法呢? 打去書第五章的13版 就看到了 其實一樣 我們打的銜數名是db 第一個就是它的成本cost 第二個就是最後的殘值 第三個就是可用連鞋 用多少年來做折構 第三個就是E5 第四個就是第幾年 除此之外 你發覺它還有一個參數 就是第五個 這是可選的 例如我們之前提到 在第一題 我們在四月買的 頭三個月就不算 或者是十月買的 頭九個月就不算 可以用這個方法 直接打個年份 就不用成為 例如12分之8 12分之3 如果沒有的話 就直接刪割好 就做到了 結果計到 在這個定率遞減法 第一年同樣的數 它折構了357,380元 如此去推 double click 它的控制把手 看到它的趨勢如何 最後一堆折構額 在十年裡 總數一樣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嘗試一下 看看它的走勢有什麼不同 我們插入一個 函數圖像給你看看 你發覺它的走勢 是出向一個指數函數 它不是一條直線 是一條彎彎曲線 對比我們上一節做到的直線法 三個的折構 計算方式有什麼不同 直線法基本上保持著 每一年的折構金額相同 是直線 而這個第二個年數合計法 它是一次函數的方法 也是直線 不過是有一條向 由上而下的直線 隨著年份增加 折構額越少 而第三個說到的方法 就是定率遞減法 它是一個指數函數的走勢 就是這樣 這裡就介紹了三個不同的計算的函數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下一題我們的主意思考